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4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20.92 收盘价是122.8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24.36 最低价是在120.34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4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2.77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4倍抱有大的成交量 KD值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 双线是趋于合拢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 MACD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上 双线是继续上行 开口增大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增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3日生成的这根K线 叫做寒长上影线的中绿K线 它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 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K线啊 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 开盘 既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上方 然后是一路震荡上行 上方在124这个关键的压力位是遇到了阻力 那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K线的中上方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收盘价不仅是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 也站上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最高 同时也站上了这个长红吞噬K线组合 这根红K的最高 那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下跌动能的K线组合 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长红吞噬的K线组合 红K在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那么目前收盘价的收盘价不仅是瓦解了这个长红吞噬的下跌动能 也站上了这根红K的最高 那说明是叫换手成功 那这样一来啊 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行 那么我们说这一波也就是从10月2日盘中股价开始反弹 那这一波反弹的目标就是上方的128 也就是要站上前高 但是目前在124这个地方仍然是阻力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说过 124将是日后股价反弹的强压力 那我们会看到在10月3日 股价正是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啊 而出现了回落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啊 就是空头要守的位置 所以说呢 这个股价日后继续上行 124 124仍然是一个压力位 好 那么 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个信息 就是这根K线啊 虽然我们刚刚说了 这些指标都是预测 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 但是这根K线啊 毕竟含有长长的上影线 那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空单布局的 就是这个位置是空头 守要守的位置 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休息的K线 嗯 那但是呢 这要取决于大盘的情况 如果大盘的情况呢 相对不错 或者说是大盘会继续上行 那么我们认为 那么124将会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被瓦解 那否则如果没有大盘的支撑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的走势 好 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30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 继续反弹 收盘价会在121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 也就是横盘向下 收盘价呢 会在117.5附近 在这个位置 实际在10月3日 收盘价呢 是在122.85这个位置 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也就是大幅的上行 那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这个反弹啊 虽然说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 但是性质是相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收盘价都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 对 那么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说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 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日后的上行 对于10月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仍然是128 在到达他之前124将是阻力 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131 那我们会看到128如果被站上是再次出现头头高 那么会继续这样一个多头趋势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31 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 那么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 我们会看到136 136仅仅是一个压力位 如果股价能够站上131 确认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那么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要创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新高 对也就是要测试140 好这是我们说的上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113跌破这个位置 实际上现在我们还要等一个交易日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10月2日 这根K线最低 已经可以成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的 第一个目标了 但是我们要再等待一根K线来确认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 如果第一个目标 目前我们还把它放在113 那么在到达它之前 120 对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根红K的最低 还有就是115将会是支撑 那么如果113被跌破 那将会瓦解 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 101如果被跌破呢 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就是是这个位置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 那我们再来看看10月4日开盘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10月1日 10月2日这根K线实体的上延 是在119附近 那么在10月3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 因此收在了高位 那么到了10月4日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23 也就是10月3日这根K线实体的上延 对 好 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 到123 好 那么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 由于 这根K线 它是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说明上方是有压力 或者也很有可能会有获利出场 对 那么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盘中 如果能够在这个实体上延的上方运行 也就是在123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 而去站上前高 但是如果在次日股价是在123下方运行 那说明一定是有很强的空头力量 而多头力量没有继续进入 所以如果股价是在123下方运行 是很容易出现回挡走势的 一旦出现回挡 那我们认为5日均线值 10日均线值 包括这根K线的最低 还有这个缺口的中线 是在120附近 应该会成为日后股价出现回挡的强支撑 好 这是我们关注123的理由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10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24 第二个压力位是 127.5 实际上就是这个128 我们去整数 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呢 是上方的131 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 我们取前一日 K线的最低 也就是在120附近 我们刚刚说了缺口的中线附近 包括前低 好 这是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支撑 我们取10月2日这根K线 中线这个位置 是117.5 在这个位置 好 第三个支撑是 115 第四个支撑是 113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英伟达股价在10月4日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高开盘 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23.5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127 在这个位置 好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26附近 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29 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28附近 在这个位置 好 那出现这样的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 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24 123.5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也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挡 那如果或者说叫横盘向下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23.5 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21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22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23.5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刚刚我们漏掉了 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好 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 是在9月24日这根K线的收盘价是在121附近进场抢反弹 那么我们的获利目标呢 就是上方其实已经有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是到达了我们的获利目标 那如果这个仓位没有被出厂呢 我们之前给出的止损位是118 还有一个就是115 那么在前一期视频 我们说给出了这个仓位的止损位依然是115 所以到了10月3日收盘价是在122.85这个位置 那这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出继续加仓的建议 也就是在10月3日收盘价是在123附近 我们要10%继续加仓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有15%的仓位 那么他们的成本价呢 应该是在122附近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 我们的获利目标呢 现在虽然是加仓要准备做多 但是我们仍然还要给获利目标 因为真正加仓做多啊 我们还要等股价占上128才可以 那目前124又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 所以这15%的仓位获利的目标 是从126到128 在这个区域内是可以获利出厂的 然后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15%的多头仓位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仍然是首115 好 这是对之前多头仓位的一个跟踪 然后呢 如果之前比如说5%在这个地方进厂 上方已经获利出厂 说现在是零仓位 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就是在10月2日这个收盘价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给出进厂的建议的 因为虽然是出现反弹 但是成交量是量缩 那之前如果零仓位 那么到了10月3日 这个位置 是可以5%进厂强反弹 目标获利目标仍然是126到128 那如果在123有5%的进厂呢 守止损 我们可以守20均线值 如果守20均线值 我们测算应该是在117附近 或者如果想承受更大的风险呢 可以守115 继续守115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 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 就是124到128 我们说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位置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那因此为什么我们刚刚在给出预测的时候 说在10月4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呢 也就是我们认为只有有多头力量的进入 那么它会一次突破124到128之间的压力 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 否则如果是这样一个缓慢的上行呢 我们认为在124到128之间也很容易再次出现一个头部而出现回荡 好 那么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就是124到128 它们的目标现在就是115 还有下方的113 好 这是我们补充说明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大股价在2024年10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将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